我們今天在哪裡? 今天就特地來這裡拍我的車 拍你的什麼車?你的豬扒? 是啊 我們現在在Mercedes 其實我們來了Mercedes-Benz World 在哪裡?Brooklyn 那你帶你的車來做什麼? 今天好天就拿出來熱身 你好像不適合,你開車是Benz 你走去帶豬扒來? 是啊 這樣才好看 那我們今天來這裡做什麼? 今天來這裡看車 因為我們都打算換一輛車 那現在是不是做什麼?看日本車? 還是看Benz? 看你喜歡那些 因為我是一般的香港人 看你喜歡那些歐洲車 只喜歡歐洲車 是Benz 好,那進去吧 進去吧 好 這輛AZ-5S 香港要一球的這輛車全身 為什麼?這輛? 是啊 一球真的多少錢? 什麼? 百萬 一百萬 哈哈 為什麼你不說一百萬? 為什麼要說一球? 是MK 哈哈 哈哈 大家好,我是Fay 今天我們會帶大家去經歷買二手車的過程 正如剛才是Steve所說 我們打算換車 我們就去了Benz這輛交易 Mercedes Benz World 會試一輛二手車 所以大家可以看看究竟是怎樣 在英國因為疫情的關係 因為疫情的關係 在英國因為疫情的關係 那輛交易是不會跟你坐一輛車的 現在很普遍的做法就是 你會給這個駕駛直接去 它就會給你30分鐘 自己可以開車去周圍看 然後30分鐘後就回來 所以整個過程都很棒 因為不會有人在看著你 究竟怎樣駕駛車 這裡很大 對,這裡很大 這裡是其實 哇 它是有一個 類似一個展 一個 Museum 很漂亮 這裡有古董的Mercedes 好像Stuttgart那些 德國的Mercedes 的Stuttgart那些 拿來的那些 那些 OK 還有這裡有些 可以做一些Driving experience 這輛呢 這輛呢 就是個180D AMG Line 即是懶惰有些 Body Kit 這樣的東西 這個什麼年份車 你知道嗎 2018 2018 都好企身 對 這裡有些假的探纖 假的探纖 假的探纖 假探纖 Finish 但是 Sport 嗯 然後他有個 平 這個有個Flat Bottom 的Tagg 嗯 這個Finish 也挺漂亮 那輛車的裡面 算是這樣 OK OK,那怎樣? 那怎樣? 是一個 Rare Cam 這是好普遍的 是我的大鄉 是我的大鄉 D-Show 起播是差點東西 D-Show 我又不覺得,我不用,我平時起步都很小 Diesel 起步是比較雞的,沒什麼 你要強一點,駕駛你的辣車 這輛是舒服的 普通Petro,不會那麼無力 反而轉數較高,Diesel 的計算是較高扭力 扭力較高那些Petro的車 對我女士來說,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OK,不要緊,這些是給我說什麼的人 我們大部份的觀眾都未必知道你在說什麼 有班人認識的 真的要踩,踩駕駛才能給到一些油 OK,普通用,沒有東西的 家庭車,OK 這輛真的好扮演 懶得是彈簽,不過 轉圍 不過是,什麼都做不到 不過挺好的,挺舒服的 好黑啊,我覺得沒有天賬 這就是我唯一不喜歡的 這輛車很煩的 舒服,很容易駕駛 你可以駕駛很久很久 你可以駕駛很久都不會累 我覺得駕駛駛在英國很重要 因為有些路要駕駛很久 有些路要駕駛很久 例如有時出旅程 有一個駕駛駛不用駕駛駛 很舒服,好像坐在家的沙發一樣 很舒服 我怕駕駛駛太舒服 真的會睡著 這輛車是我的要求 駕駛駛要舒動 它應該要有些功能 不是要快 不是要經常拉車 抖屁股,抖屁股 我覺得很辛苦 它應該要有些功能 電一下你的屁股 即是讓你不要太舒服 駕駛駛駛有空 電一下你的屁股 哎呀,哎呀,哎呀 好醒醒醒醒 這樣才要有這樣的功能 神經病 可能只是有用 給你吧 尖丁,加些feature 給你 電椅 要電一下你的屁股 就OK了 我蠻喜歡這個 我的新車都很想放入這個 不過又要轉孔有成 我真的懶得搞 這個就是買21st Century 的 Luxury 即是說我老病 是啊 這什麼90 年代的車 你看看這輛車 有什麼車可以這麼好看 有什麼車可以這麼有型 沒有什麼車可以這麼有型 真的,嘩,這輛車是誰 不知道 真的有 taste 這個人 OK 買二手車最重要是看什麼 它那個Dip Stick 呢 不知道 可能是Electronic 那些Dip Stick 太新了,我不會看 就是它很奇怪 這裡拔一條東西出來 就是現在 你最不應該現在看 因為這輛車已經駕過來了 OK 不過還沒有駕之前看過 就是你看一下 那些軌油有沒有 有沒有 看不到 就是還沒有駕的時候 看看軌油夠不夠滿 然後 你先駕過來 那些 那麼 那麼 那些車的車 它不是那些蓋子 拉著這個Dip Stick 不過它 就是說 你可以看一下這裏 有沒有一些奇怪的 就是 如果好像有些脹的東西 有機會會混合在油上,因為有頭部污垢的問題 那現在有沒有這輛車? 一定沒有,這輛車這麼新,而且車輛這麼小,我覺得不會亂駕 沒有什麼必須擔心 可能較舊的車,五年、十年,好像以前那輛車輛一定有油油的問題 那些沒辦法,駕得好算,是千多萬個車,買來拿來扔 因為疫情的關係,現在整個英國都很奇怪,有很多東西都很短缺 例如傢俬等三、四個月才有一張梳化等等,很多東西都很短缺 甚至買二手車都很大競爭 那我這輛車試的時候,未試之前,其實我需要給180磅的 Deposit按金,才可以讓他的車留給我看 否則隨時會給其他人看 結果我等了一個星期之後,車才去到這個Dalership 那我就可以試 那試完之後,其實我們這一天,我都沒有這麼快樂趣 那我就跟那個售貨員說,我需要24小時去想一想 但因為整個二手車的市場真的很誇張 所以我在24小時之內,我就回覆電話給他,就說買這輛車了 那其實為什麼這麼快可以買到的二手車呢? 最重要的是,其實因為在買Benz,如果你在Dalership買,他的車通常都會有一年的保養 那這個對我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因為你買二手車的話,有一個安心的就是至少有一年的保養 那這輛車已經三年了,他的body kit和內容都很新很新 那令我覺得,有一種小小感覺是買了一輛全新的車 但是三年,所以跌價已經跌到一個很值的價 那我覺得是一個挺好的選擇 那如果一直都有看我們影片的朋友,其實你們應該知道的就是我 初初阿菲在頭一年來到英國之後,我買了一輛Golf 那輛車是十幾年,而我用了1200磅去買那輛車 剛才Steve說,其實那輛車打算拿來讓我開玩玩玩 因為如果我開不下去,炒或刷牙畫畫也不會心痛 所以,我初初來到英國是買了一輛很殘的車 但中間也做了很多東西,很煩 所以我們決定,當我熟習了如何在英國開這輛路之後 只是希望用多少錢買一輛更好的車 駕駛有保養,也不用經常煩惱 也是一輛比較新的車,如果越新的話問題就少一點 也有保養給我們這個安心 在Mercedes-Benz World裡面,除了賣車之外 它有一個很美麗的Museum 裡面有很多經典的Benz也很美 這個Museum是免費的 這裡有一個駕駛經驗 你可以租一些辣車 應該是100-200磅,租1-2小時 你可以試試駕駛,也有專人教你 在資訊欄會留下連結給大家 它的網站在哪裏 有限定是用會選擇的 每個駕駛都在學院 要是用會選擇 現在最新的方式 有限定是用會選擇的 HELLO 大家好 多數這間店是他們拿出來擺放出來被人家死 不知道為何暫時收起來 這間店很貴,不過很厲害 A35,全新嗎? 全新很貴 50,000英鎊 50,000港幣不是很貴 不是很貴? 這間店跟CIVIC TIEPOW差不多 跟MK的CIVIC TIEPOW差不多 還不貴 因為它的章,因為BECDES 不過都很像CIVIC 最後,我們用了17,200磅 去買這個Mersedes A-Class 180D 我們沒有跟它說 因為現在英國好的二手車是極之難找 希望今天能夠分享到我們買二手車的過程給大家看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和按鈴鐺 下次再見 拜拜 好幾個星期 好幾個星期